自由鸡 时尚听人说自由鸡 那你又知不知道什么是自由鸡呢 自由鸡到底是不是 啃的鸡 还是复印鸡 还是那个韩国的送中鸡 其实都不是 那要搞清楚自由鸡 在人体所扮演的角色呢 那我就要告诉你一个关于小三 正宫还有家婆的故事了 那小三我们就听得多 那你又知不知道我们人体内 其实也住了很多的小三 那一般的小三呢 它就会破坏人家的家庭幸福 抢人家的老公嘛 那我们人体内的小三呢 就是这个自由鸡 那它就会去破坏这个正常细胞的健康 抢夺正常细胞的电子 来满足自己 而被自由鸡攻击后的这个正常细胞呢 因为它也缺乏了一个电子 而导致它不稳定 那它也会到处去攻击它四周围的 这一个健康细胞 那这种情况呢 它就会呃 形成一个连锁反应 就是这个 chain reaction 其实说白了呢 就是一个恶性循环 这后果可是不堪设想哦 因为呢 这会造成许多的健康问题 比如说亚健康啊 然后各种的慢性疾病 还有就是老化等等的问题 别担心 还好我们身体内也住着一位家婆 那就是抗氧化剂 而一半的家婆呢 当他们发现有这个小三的存在 他们就会派钱去打发这位小三走 以确保正宫的家庭幸福 而作为我们人体内的家婆 抗氧化剂呢 当它发现有这个自由基的存在 它就会向这个自由基呢 发送这个电子 当这个自由基得到足够的电子的时候呢 它就不会再去抢夺 以及攻击这一个正常的细胞了 那那么棒的抗氧化剂 到底要如何获取呢 那如果我告诉你 只是喝水就能获得满满的抗氧化剂 那你说是不是很棒呢 WITASPRIN清净水 纯净又有益健康 它具有hydrogen就是这个氢气 是一种非常强的抗氧化剂 它可以消除自由基对人体所带来的伤害 每天饮用WITASPRIN清净水 它可提供我们人体所需的抗氧化剂 同时也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系统 它也可以改善呢 因为放射性疗法后的生活数值 同时可以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 还有就是对抗皮肤老化的问题 好啦 喜欢这支影片的朋友呢 记得要按赞及分享出去哦 我们下期见 拜拜 记得关注 Healthy Way Malaysia官方免职书 要按赞及分享出去哦